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就有了冬至时节吃饺子 除夕夜吃饺子等习俗 饺子在中国很受国人喜爱 特别是东北陕北等地 更是作为主食一顿不吃都难受 过年吃饺子 端午吃饺子 中秋也吃饺子 大节小节都有饺子的身影 2005年 遍地市饺子馆的大连多了一种饺子 来自日本的中华料理连锁品牌王匠饺子 被日本人称为饺子王 主要贩卖大阪风味的饺子 而大连据说是饺子的发祥地 日本人将取名为饺子王的店开在大连 并且最多的时候分店达到了六家 其含义不言而喻 但是现在却有消息说 饺子王竟然退出了中国市场 这是为什么呢 经过了解发现 原来是因为中国消费者对于饺子王的口碑不好 据悉 饺子王的饺子只有蒸饺一种 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煎 炸 蒸 煮 多种烹饪方式 口味单一 而且相比我们筋道耐饿的面皮 饺子王的面皮过于薄了 有点像我们的馄饨 吃了不扛饿 中国的饺子馅儿料口味清淡 种类丰富 饺子王的馅儿料重油 对于很多口味清淡的顾客来说根本吃不惯 就这样 在饺子王打出了中国市场之后 由于顾客口碑不好 在与我们自己的传统饺子做了一番对比之后 谁高谁低 自见分小 于是自称饺子王的日本 还是被我们中国本土的饺子打败了 没办法 开店必须符合大众口味才能长期立足 他们选择大连开店本就不明智 而且获得顾客反馈也不好 自然是再开不下去 只能灰溜溜的退出中国市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